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一会儿尽量给我表现得木讷一点 少说话或者你选择别说话 那父亲要我 我怎么办 有问题的 说实话 你最好给我表现得老实点 如果你敢说出一句不利于贵宾或者贵家的话来 我让你好悔一辈子 等一下 那你需要我做点什么 给我踏踏实实地把这顿饭吃完 表强呢 迷人一点 小子啊 这就是孝顺 第二杯准时进宁来了啊 晚辈有一事不明 要在尊前请教 请讲 贵宾是谁 小子 我就想知道 我在贵家永无名分 有 原来你的名字就叫贵宾 好一个我原来的名字叫贵宾 小子 你注意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怎么了 我已经是很低声下气地在请求一个答案 贵君们 你一生下来 就踏着一马平穿的大道 而我资历平 是一个有礼之子 踏着坎坷的势路漂泊 二者生来不公 岂可同日而遇 你的意思是 这是在怪贵家喽 我是多年积月 一朝有物 不瞒各位 各位 各位 尊贵的客人 我知道 今天大家到这里来 都是给贵君们 撑门面的 你们都是来 上天花的 但是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各位 今天恐怕不能如各位所愿 我之所以肯站在这里丢人献眼 就是为了向这位 尊贵的老爷 探讨一下我凄凉的身世 为我寒冤寿区的母亲 讨一个公道 自立票 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剧情 一定要记得每晚19点30分 浙江卫视天一无风 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呢 将要播出的是电视剧小女花不器 那么在今晚的剧情当中呢 连一克她是带着小兔灯 来到了幕府 看望重病的花不器 而心里小鹿乱撞的花不器呢 就向连一克告白了 没想到啊 连一克却拒绝了她 并且表示啊 以后都不想再见到她了 那么为了让花不器死心 连一克呢 她决定摘下自己的面具 让她看到自己的脸 但是呢 花不器却转过身 不忍看到她的真实面目 这个时候啊 连一克也转身离去 但是花不器呢 又感觉到有点不甘心 于是呢 就追出门外 结果却晕倒在了云郎的身上 云郎把花不器抱回了屋里 但是啊 他却听到了 花不器的表白 所以心里呢 难免有一些失落 而醒来之后的花不器啊 在屋里是非常的无聊 于是呢 他就出去散步 就在这个时候 偏偏又看到了连一克 送他的小兔灯 而云郎呢 他是为了花不器啊 亲自去抓药 并且呢 还送了他一个唐人 他发现了自己 好像已经喜欢上了花不器 那么到底会如何发展下去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顺便在做梦啊 我以为你不会再来看我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 最后一次 为什么 不器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我错了 我不该告诉你我喜欢你的对吧 就像桃温一样的躲着我 不器 你想看看我的脸吗 为什么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你不喜欢我 我就不怕了 看了 我就会一直惦记着你 你的剑伤 是因为我才受的 要把伤养好 我才不会内疚 你快走 我 你快走 你快走 我了 你快走 不妻 不妻 怎么了不妻 你怎么出来了 不妻 秀春 小姐 你在屋子里我难受 我想出去走走 不妻 不妻说得对啊 小姐 她一月躺 是越没有精神的 得动一动才行啊 大哥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灯啊 肯定是阿朗给你挑的 做工真精巧啊 好吧 真奇怪 表帅也早把所有灯都收了 怎么会留巨感呢 是她挂的 看来啊 花不器的可爱和善良 对于身边的人 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而且我们观众啊 也是非常的喜欢她 除了好看的电视剧呢 本周我们又有哪些 精彩的节目 要奉献给大家呢 我们接着来 先读为快 本期的大兵小将 小将们即将抵达沈阳 与五支冰球队组成的 东北联队 争夺东三省青少年 冰球技巧大赛的冠军名额 欢迎我们的 大兵小将队 还惊喜地迎来了第二位特训官 五大进的加盟助力 小将们能否战胜五支冰球队 反败为胜 大兵小将加油 好 五大进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来帮助小将们提升进阶 本周六晚二十点三十分 大兵小将 小将齐心 势不可挡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 本期好看中国蓝 稍后不要忘了收看 我们的小女化不气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